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萌相来这里 从2010年初次到中国演出 到如今常驻中国工作 俄罗斯钢琴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与中国的缘分越来越深 近日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首次来到山西太原 为当地观众送上一份音乐大礼 一手手经典之作如诗歌一般 在他的指尖如水波流淌 音乐可以不只听到 但也看到眼睛 音乐图在音乐图 非常有名 特别如果我们唱音乐 也认为DBC 或是Rachmaninova 也认为 中国的音乐图 也非常有名 我希望在未来 可以更多音乐图 直播的作者 2015年起他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外籍教授 并时常往返于两地之间 除教授钢琴技以外 平日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还喜欢研究两国音乐 他认为每个国家的音乐都独具风格 我认为了课计划业或美国有没有 我认为了课计划与美国的音乐 中国的音乐乐器和歌词 有些高的音乐乐器和音乐乐音乐 在同样的音乐乐器和音乐乐器上的音乐乐器 但我认为中文艺术的课程有更多的课程 文艺术的课程是很古代的 所以有很多趣的 最近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又开始巡演之旅 此次太原巡展结束后 他还将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独奏会 继续加深中俄两国文化交流 我真的想说 自己的文艺术是一个中心 如果文艺术就是一个东西 我认为通常是一个中心 而是人,他在另一種種類似乎, 他永遠都知道他。 我认为,我认为, 最重要的成绩是 当民主开始解释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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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